OK我們成功把我們的資料傳到電... OK我們成功把我們的資料傳到我們的硬碟裡面啦 那我們反過來再把硬碟資料傳到我們的電腦 看看速度怎麼樣呢 看起來速度也是差不多啦 就是也是80幾80以上的速度 就是慢慢傳一個如果是200GB 那你就是要傳還蠻久的 500GB你也要傳超...